胡师傅的这套房子位于杭州乾塘新区的金陵花园小区 房子在一楼 楼下是架空层 一走进房子里就能闻到一股霉味 地板和墙面上布满了深黑色的霉斑 我估计在本年以上了 因为这个墙面了 无法的全部都这么严实了 因为里面这个谁 那天我进来的人 下面的谁要七公分谁 胡师傅说这套房子是八九年前买的 买来后一家人从来没有住过 2017年他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 出租了两年 去年租期到了就又空置了 上个月他接到邻居电话 说他家在往下漏水 一过来看到了这幅景象 好在家里没放什么家具 不然损失更大了 几个小区之后果然就来那个中国了 中国下面完美堵住了 上面那个纪录人家这个水一直下来 把不出去 我一来那个水 中国到我那个水 就弄几个车这个地方 烙出来的水 你们这个房子弄干净了要多少钱 我估计这样弄了的话 我估计赚七八万块钱 七八万块钱 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车漆怎么办 这里面的车漆冲天 胡师傅认为是小区物业的工作 没有做到位 导致房子变成这样 所以他要求物业承担这些费用 他打电话给我儿子的文光 他说叫我们把这个东西拆掉 卫生搞搞掉 叫我们那个拆掉的搞卫生 他打电话给我儿子 那天我 那天这个儿子都跟我这样讲了 我说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公司 那我说你把钥匙给我 等一下你我撑了雨 我把你窗户都打开 那我把你这个物学里 全部都准备掉 卫生搞掉 我再把你削一下 他说他儿子的 他说这样子可以的 他把钥匙也给我的 他来评论一下 他老爸来了 他老爸来的时候 很凶很凶 你们物业是怎么搞的 小区物业的谢经理介绍 精灵花园算是一个老小区 管道设计也不是很合理 所以下水管堵塞的情况比较多 一般业主发现之后通知物业 他们会及时疏通 就是污水总管堵塞的情况比较多 那物业是不是更加应该 主动地去排查去疏通呢 排查是排查的呀 那排查没发现吗 至于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排查的 谢经理表示物业有记录 但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一时也想不起来 关于胡师傅提出的赔偿金额 谢经理不认可 经过沟通 谢经理表态 愿意跟胡师傅协商解决 胡师傅把问题 反映给了属地的新北桥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 会给双方组织调解 188黄金颜记者报道